这张图继续放着 这个放着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投资人认为说这里会到1万6 1万7 甚至1万8 当然现在1万8喊的当然少 因为才1万5千多点 不会有人一次喊3000点 为什么陈芬老师要把这张图 放在节目的一开始 老师朋友你会觉得说 现在的行情 好像这个party是在 持续在进行 它好像都没有停止的一个意思 你觉得说我可以轻轻松松的 我看哪一堂股票在喷 哪一堂股票在涨 那我就喝一口果汁 喝一口可乐 坐等行情成熟了 喷出了 喷出个二三十% 三四十% 我再来收割 你这个想法可能在这个时候 要稍微做一个微调 当然陈芬老师不会告诉你说 虽然昨天告诉你 你有可能喝到农药 有可能你不知道 他是慢性的 你不知道 所以陈芬老师的一个 在不管是在TG 还是在节目告诉大家是什么 你这里要特别小心 这里的小心是指 全球的经济状况 可能没有你想象的来得那么简单 通膨也从来没有这么简单 就透过六次升旗 五次三码 一次的两码 就解决了 如果这样就能够解决 那过去联准会遇到通膨 遇到相对高的通膨 那些人都不懂得怎么处理吗 都不知道吗 对不对 不管是1950年的 1970年的 1980年的 2008年的 或者是2000年的 Greenspan 或者是1950年代的Market 陈芬老师对联准会的历史 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人过去在处理通货膨胀 难道他们都不懂得怎么处理吗 那为什么通货膨胀 最后这一只洪水猛兽 似乎往往都会超出联准会的想象 就是因为手段不够霹雳 就拿最近的1980年代来看好了 福尔克 曾几何时 我当十岁的时候 房贷利率是10%11% 各位比较年长的投资人 你就清楚 当时候的房子一栋 是多少钱 十几万 二十万 十几二十万 当然这是在更早的 民国大概六十几年 七十几年 1980年 其实房子没有很贵 但是利息相对来讲 非常非常的高 但总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告诉 这段历史 跟各位投资朋友说 我要告诉你是 通膨如果能够在萌芽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干掉 今天不会有这么大的一波 但是已经出现了这么大的一段涨幅 不管是利率还是通膨胀 你要马上把它压下来 就说这里 利率这里的通膨是已经做头了 箭头了 到底了 我告诉你 Machine Impossible 这是陈锋老师告诉大家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如果通膨胀 没有办法 适时的得到一个 所谓的一个控制 损害的是人民的荷包 损害的是 企业 对于未来他们自家的销售 将会是一场打击 昨天的路透社宣布 特斯拉的在上海的Model Y 他们的产量要被 Cut 20% 要怎么样 砍掉20%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避控消息 看似都没有什么 为什么会没有什么 因为没有打铁 你们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那是经济上开始有那么一点点隐忧 它会就像病菌一样慢慢的扩散 所以现在为什么 总统老师告诉你 金融股 你随时随地 我告诉你存股主的 你越点越要存 可是如果你是投机短线做价差 你要特别小心 这三个潜在性的损失 还没有爆开来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我们国泰人寿 国泰人寿这一个 现金增资 525亿元 我们看看 很多你看 史上最大的增资案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Google 一新闻全部都出来 国泰人寿增资案525亿 史上最大 八成给原股东 一成员工 一成是怎么样 再给外部人来做认购 那为什么这么大的增资案 其中的钱是要易注意产险 所以过去从残险的这件事情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没所在好探钱 变成说我们房移好像不错 一窝蜂全部都去卖房移保单 就会发现 这核有很大核 所以他们在风险的控管上 受险公司在风险的控管上 不免让人家打了一个大问号了 我现在不是要鼓吹大哨 说金融秩序会崩坏 我只是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短线做价差的 你在这个时候 看到金融股往上拉了 你才来做买进 太慢了 永远都是一样 行情只要往上涨 你再来买就太慢了 行情只要跌到谷底 你就说这里我看会要做 抱歉 都太晚了 所以我常讲 会做股票的都不是人 都不是人 因为他要反着那个逻辑 我明明这时候 情绪是很高涨的 就像今年一月份 我必须要把我涨高的股票卖掉 好诡异 曾几何时 四五年前我也是想不通 五六年前我也是想不通 为什么 不是在一个趋势上吗 因为我们交易的是未来 现在陈锋老师也郑重的 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现在的其实交易未来 未来受险公司会有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 金融股 各位有没有看到 肩头反转V转下来 他没有透过盘整 他是直接上去之后 V转马上降下来 今天出现了一个跳空 往上的跳空 各位陈锋老师都认为 不怎么样 为什么往上可以跳空 因为没有人有了 轻轻一拉就上去 轻轻一个利多 轻轻一个某某的 买了多少亿的 叉叉叉 整个市场就 疯了起来了 但我觉得告诉大家 这个没有不好 而是说你很清楚 你自己在干嘛吗 你真的很清楚吗 2882增资的国贷金 你很清楚你在干嘛吗 这一根下来多重啊 你知道这里已经有人 打了8000多张的空单吗 你知道原股东在进行 所谓的现金增资的套利吗 你都不清楚 那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进这个股市 你都没清楚 你都没看到 台湾国质很重要 No.1 第一名 所以今天这个叠下来 是怎么样 选举过后 不是这样子的 我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子看的 如果行情都可以 透过选举 都可以透过 平常你们一般所讲的 那做投资 为什么还会有人输钱 今天这样的一个 今天这样子 不是好事 上面往上拉 没有力道 往下打出量 各位 昨天是2411亿 今天是2448亿 你说三十几亿 三十几亿 也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 就是量增加 就是在这个价位 昨天前两三天 还是这个价位 明明成交量可以多少 明明成交量 还可以有2700多亿 可是一旦下跌了 量也是同步跟昨天 同步来做一个放大 所以这里很显然 已经有一个盖子 慢慢成型了 但是会不会 马上直接往下打 不会啊 什么叫做鬼混 什么叫做鬼混 这就是鬼混 上下上下震荡 上下震荡震荡 那最后呢 各位 总经状况 很容许我们看好 说今天联准会的 这样的六四升息 是成功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分证据 说一分的话 今天我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 都要让大家呢 用谨慎的心情 来看待台北股市 不管你有没有上保险 不管你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则新闻 11月份 ISM非制造业 简称就是服务业 你们现在生活上的 十一柱形 全部都南瓜在这个指数里面 各位远超预期啊 56.5啊 那代表什么意思 消费没有缩少 消费继续买 大家继续吃 大家都这样吃 像陈锋老师吃这样 都一直吃 既然消费一直持续的 来做一个前进 那请不想 这个升息有用吗 有效吗 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把指数打下来 可是情况 生活的整体的生活成本 有被打下来吗 没有 工资有因为升息而调降吗 没有 没有 那如果工资会调升 是因为员工有竞争力吗 不是 是因为他必须要用更高的工资 让员工留在原来的岗位上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让人不免担心 担心什么事 通货膨胀压根就还没有见底 压根就还没有见底 所以一旦这个新闻一出来 各位我们的美元指数 做了什么样的反应 从104的一个相对低点 直接往上噴出来 这边这个打底的味道已经出现了 很多投资朋友说 哇没有了 那个什么季线下弯了 要被盖头了 跌破生命线 美元指数就 就要持续的走扁 要持续的走扁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新市场就会升值 然后呢 全球股市又同步的再度涨高 各位你想太多了 你想太多了 这里的剧本不是这样演的 这里的剧本如果这样演 我告诉你 美国会挂得比我们快 美国会挂得比我们快 他现在势必他要透过升值 来对冲 接下来 有可能全球的所谓的物价 会同步的来做一个攀升 再一次的攀升 蠢蠢欲动的天然价 天然气的价格 各位 他落底了 准备要再一波来进行攻击了 你知道吗 综合这些因素 什么时候都认为说 其实做多没有不对 部位的大小 做空也没有不对 部位的大小 你这时候不管哪一方 如果你都尽全力的 想要告诉你 用行动证明说 这里就是低点 你全力做多了 我告诉你 你必定挂在这里 你必定挂在这里 有钱人都做好准备了 不管是往上往下 他们都准备好了 他们够有耐心 他们有想法 他们有资金 他们更有时间来跟各位投资朋友好 不是没有 你有吗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这些难道都还不注意吗 你还要等到这个信用利差 往上喷了之后 你才说危机要来的吗 太慢 太慢了 这都是升息之后 这些利差才会随着喷上去的 太慢了 所以现阶段 陈本老师无意恐吓大家 讲了这么多 但是陈本老师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因为我是分析师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当这一次的修正结束之后 你将会迎接 不管是全球或者是台湾 工业4.0最强盛的那一波多头 你将会供逢其胜 你将会供逢其胜 不论是电动车 高速运算 或者是人工智慧 或者是讲到快要烂的元宇宙 真的有元宇宙这种东西吗 各位你不要想太多 那就是一个行销噱头而已 Meta的元宇宙的不该不起的 搞到要裁员了 你觉得这个名词的创作者 他这个元宇宙是多香吗 不要想太多了 稳扎稳打 虚拟实境只限用在特定的一些产业上 并不能够全面补给 你全面补给很恐怖 每个人都戴眼镜上街 你用很简单的想 就像自驾 自动驾驶绝对不可能 在近5年来成功的 绝对不可能 光是一点撞到了要算谁的 车子撞到了要算谁的 算自动驾驶吗 随便点出一个 所以我常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不要被新闻的假象 新闻所堆积出来的美好 而麻痹了自己 必须要实施求是 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解决的根源之前 我这朋友你在操作上了 就要怎么样 就要小心 所以我们看一下 台北股市你看了 2330弱 台积电弱 我昨天已经告诉大家了 联发科也盘头了 小小的盘头了 再来我们的高价股 5274信化大跌 6415犀利跌停 各位跌停 这叫领导股 不会马上死 明天会再往上开高 但是在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之中 逐步的往下走低 这就是套圈圈 这就是把各位投资朋友都套住 不是不能够做股票 有些有大人在的 反而我们不能靠近 这个都是有大人在的 有外资在的 所以外资一旦闻到了风向 什么样的风向 通膨为止 会继续的把资金汇回美国 这是必然的 不能够怪他们 唯利是土 陈文老师也是如此 但在唯利是土的这大前提之前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陈文老师都要第一手告诉大家 所以金融股 一旦走出了皮态 全部的电子股 都会蒙受其害 当然传统产业能不能够接棒 今天跌破了 陈文老师允许让他今天跌破月线 我想看看明天他怎么走 我允许他 波段就是如此 各位我们从10月28号到现在 不是一个波段了吗 这上上下下陈文老师告诉大家说 马上就把它卖掉 没有 给他一点空间 今天又出来了 这在近几天追的又出来了 因为今天成交量3万张 短线的一些 不管是当冲 或者是隔日冲 全部我认为 基本上有一半以上的 都已经在今天了 来做一个怎么样 了结下车了 上面的筹码会更加轻易 接下来电子股全子股 能不能够持续地补上 2303 也走弱了 那还有什么呢 当然 我认为2417 我们从来21要更正 我们从来没有讲过的 中华电要来 中华电存股的好股票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我很少要讲存股 有没有看到 这个月线 有没有看到很美 从38到132 中间不断的领袭 那中间又有股票 又有价值 你看这个多么的诱人 多么的诱人 只会只有106元吗 如果你别想太多 未来是5G 6G 7G 8G 可能你我的年代 都还可以见证到11 12G 那这样的一个 通讯网络的发展 身为台湾的电信商的 龙头老大 中华电信 会是只有106吗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存股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比金融股好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在这边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尤其是存股主的 所以你看 当中华电这种防御性的 要来的时候 有外资的买盘的时候 各位这里 你可能就要再度的 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后市 就要特别特别的一个留意 金融是立体的 你思考的绝对不是指数上 要加空 加10%算加空吗 加20%算加空吗 不算 都不算 所以你不能够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告诉大家 这里我们可以勇敢的怎么样 来做多 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 我呼吁大家的一件事是什么 真正抓住经济的一个脉道 航海网 我们还留着 两档电动车 我们都还留着 我们就剩这三档 我只想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陈文老师水位很低 包括还有一档 总共四档 这一档是保险 所以大盘跌 我们这一档就会涨 这一档股票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握住 大盘再跌 我们这一档股票就会赚 就会赚 保险我们也补上了 所以现在的投资组合 足以应付接下来的台北股市 不管台北股市是不是继续往上喷 陈文老师错看了 还是他继续往下跌 陈文老师都可以从中来获利 就看投资朋友懂不懂 这中间的一个取舍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最后我也放上了我个人的一个 TG跟LINE 一同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盘中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讯息 当然大跌 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里就是一个盘整格局 明天见红 后天见黑 谁知道 但重点是能够抓住整体 国际的局势的一个大方向 我想你在操作上就能够 就能够怎么样 事半 功倍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 台股战略家 我们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审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